的不生氣 上課好 那照慣例 我上課前大概會跟你們說一下 就是 上次 其實也沒上次 就是昨天 昨天上什麼東西 那我上次 昨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來各位準備考試的一個 重點跟流程 那其實我們估價講過了 大概百分之七十都集中在前三張 對不對 百分之七十 那我們昨天一開始花了很多時間在教你所謂的估價的名詞解釋 估價的名詞解釋 我花了很久的時間 等一下也會帶各位看一下條文是哪一條 那個條文裡面的名詞解釋是你一定要背的 我該解釋的上課該舉例的大概也都說明的比較清楚 那再來今天等一下 像我們剛才昨天是講到有個叫做最有效使用原則 最有效使用原則 最有效使用原則其實就是在討論這個影響價格的因素 影響價格的因素 或者是說你要這邊寫影響價格的原則也可以 我們會教你很多各位看待不動產的一些觀念 看待不動產的一些觀念 所以我常講估價大家天天都在做 人人都在做貨比三家的事情 對不對 只是我們可以用比較聽起來很有學術理論依據的方式去說明 什麼東西影響不動產的價格 我們的差別就只有這個而已 我們也就只有要求這件事 考試的時候就是要寫的比較文縮縮一點 就這樣子 所以同學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會從這個影響價格因素 影響價格的原則開始講 所以後面 後面大概70%就剩下第三個就是估價作業流程 三大估價方法跟租金估計 這就是考試的70分 甚至我可以講這樣應該是有80分左右 因為加上這個租金估計 所以上次昨天上課最主要就是幫各位建立未來考試準備的一些方向 還有就是估價的名詞解釋 我花了很久時間在講這件事情 那所以今天我們的課本的話 從上次昨天跟你們講 我要先講那個最有效使用原則對不對 好重要的名詞裡面的第八頁吧 第八頁這裡有一個最有效使用原則 來我們先看他的內容 先看他的內容 那內容這邊呢他告訴你說什麼 他告訴你說最有效使用原則指的是客觀上具有良好意識 及通常之使用能力者 在合法 合法幫我寫個1 實質可能 實質可能幫我寫個2 正當合理 正當合理幫我寫個3 財務可行 財務可行幫我寫個4 注意喔 在這四個條件都滿足的前提下 注意是這四個條件都滿足前提下 所作得以或是最高利益之使用 同學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不動產估價要估的 就是在市場上的正常價格 那什麼叫正常價格 就是大家都會這麼用 那同學 人是理性的生物 對吧 人會追求利益的極大化 同學你不要覺得說老師你這樣講話人很自私 不是啊人本來就是自私啊 對吧 人會追求土地利用的最高性 人會追求利益的極大化 天經地義沒問題吧 你會這麼做 大哥會不會 大哥也會 大哥會這麼做 前面這位小姐會不會 也會這麼做 前面這位小姐會這麼做 右邊這位小姐會不會這麼做 也會這樣做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整個社會會固定往一個方向前進 是因為大家都在做類似的事情 我用個例子舉例好了 同學最近不是繳稅嗎 對不對 5月1號到6月底 對不對 時間快到齊了 記得講 同學 喜不喜歡繳稅 喜不喜歡繳稅 同學露出一點尷尬的微笑是什麼意思 喜不喜歡繳稅這個這麼難打 喜不喜歡繳稅 正常人 你們現在都回答我不喜歡 對不對 為什麼不喜歡繳稅 為什麼 你說老師你是什麼白癡問題 誰會喜歡繳稅 我說不是這樣講 同學 我們5月6月 我就講5月6月講 好不好 我們就講這個 這個叫所得稅 對不對 同學 繳所得稅 各位 開不開心 不開心 為什麼 因為我們勞力賺到的錢要繳給國家 你勞力賺到的錢要繳給國家 你覺得這件事情不對 你覺得我勞力賺到的錢應該全部歸我享用 你的意思是這樣 對 就是說覺得繳太多嘛 對啦 不過我同意同學講的話 就是說 勞力獲得的這個部分 為什麼要繳給國家 為什麼要繳 可是我們應該都同意 我們有享用一些公共服務 你的所得裡面 其實有一部分是因為公共服務轉換而來的 所以我們回饋所得稅這件事情 我想應該全世界都可以 接受這個說法 只是說那個稅率的高還是低的問題 所以同學我要先記得 先提醒一件事情 同學繳稅開不開心 你應該感到開心 為什麼 因為你賺的越多繳的越多 同學在這個時代 那個疫情期間 有賺錢容不容易 不容易 家裡巷口有沒有那種店面 你從小吃到大 現在也都不見 有沒有這波疫情是不是倒很多 對不對 所以同學要先記得一件事情 繳稅 我當然是 因為我是你們睡法老師嘛 對不對 所以我之後還是要面對各位的睡法的教學 所以我現在先打底 所以先聽清楚 同學睡法記得一件事情 繳稅 你想的是我付錢出去 你一定會很幹 你一定會很生氣的 對不對 所以你記得 不要把繳稅跟付錢連想在一起 把繳稅跟什麼連在一起 賺錢連在一起 那同學我問你 繳稅開不開心 賺錢開不開心 開心 欸這突然變開心了有沒有 同學問題來了啦 你說正常人會這樣想 不會啊 我講完你還是記得要死啊 對不對 下一禮 同學他很多人是那個 信用卡分級付款 等你要繳上單的時候 你還是很生氣啊 你不會因為說老師上課跟你說 喔 賺錢就是因為有繳稅 所以我心態就改變 不會啦 同學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小姐 不喜歡繳稅對不對 不喜歡嗎 那 誰不喜歡繳稅 不喜歡嗎 大家都不想繳稅 對不對 對吧 這是 這是 中華民國的特性 也不是只有中華民國特性 全世界都一樣啊 誰會喜歡繳稅 所以 大家都不想繳稅 所以你會發現 大家都往不繳稅的地方跑 對不對 所以有一些所得可以不繳稅 大家繼續往那邊走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像以前 我舉個例子好了 以前買賣不動產 基本上在房地合一歲 以前 你的那個所得稅低還高 很低 對不對 喔 比如說像什麼 像租金啊 同學我們租金 很多人都乾脆不報 不報就沒所得 欸 那都現賺 有沒有 像以前 投資股票 證所稅 證交稅 以前也沒有這種東西 都一樣 股票賺的錢不用繳稅 那大家就炒股啊 對吧 所以同學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為什麼 我要課評跟大家講 人都是一樣 每個人都一樣 人都是經濟靈性 我們都會往最少稅 最少成本 最高利潤的地方跑 有沒有問題 正常 不動產也是 所以同學 什麼叫最高最有效使用原則 就是今天我再估一塊 一個不動產的時候 我要去找到 大家都會怎麼用 那大家都會怎麼用 獲利最高的方法用 對不對 那怎麼去評判 他是獲利最高的 怎麼評判 來 就下面這四個 第一個 要在合法為前提 這個很多人會忘記這件事情 很多人會忘記這件事情 合法為前提 是我們估價必要的條件 OK嗎 同學我不是說 違賤不能估哦 我不是說違賤不能估 違賤可不可以估價格 可以啊 違賤本身 可不可以助人 可以助人嘛 他是產權違法 但是不表示他本身住宅行為 是違法的 有沒有問題 可是有人會問我一個問題 老師 那我工業區 同學 我工業區的土地 今天找你估 好不好 大家估工業區的土地 請問 工業區的土地 做什麼使用 是最有效使用原則 大哥做什麼 住宅 同學 是嗎 做住宅 是不是最高最有效使用原則 是不是 同學 做住宅 第一關就死了 為什麼 因為不合法 聽得懂啊 所以我 你今天 你拿工業區的土地 給我估價是估 我可不可以用住宅價格估給你 不行 因為他不合法 我不可以假設在違法的前提下 聽得懂嗎 好不好 所以我們要假設是這樣子 所以你說老師 那這個估價就鬼扯了 對不對 這估價就不是最有效使用原則 但是對不起 畢竟我們還是以法行政 畢竟我們要蓋章用硬的 OK嗎 所以同學 你可能會講 想說老師 這個合法 可是問題是 通常合法比較賺 還是不合法比較賺 OK嗎 但是不行 對不起 交法律的 還是要有一些原則在 我們估價實施要蓋章 最後上法院判決的時候 法官也是依照這個去處理你 聽得懂嗎 你想要以後被抓去關嗎 你想要以後被寄身戒嗎 被懲戒嗎 不希望嘛 所以你就乖乖做吧 聽得懂嗎 因為你要知道 你蓋出去的報告書 最後總有一天都是要接受檢驗的 OK嗎 那接受檢驗 什麼樣檢驗才會過 合法才會過 OK嗎 好不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再來 實質可能 什麼叫實質可能 來我問你一個問題 那個 不動產 蓋幾樓 價格最高 越高越好 對不對 理論上越高越好 是嗎 那大家都蓋101 為什麼不要 大家都蓋101 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因爲什麼 因爲你實質上做不到 為什麼實質上做不到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同學台北市有什麼 有飛航管制線 各位知道嗎 台北市有個機場 松山機場 像各位如果搭 捷運 有一個捷運站 成淵高中 各位知道哪裡嗎 那個捷運站叫什麼站 我忘記 民權西路 對 你如果搭到民權西路 你到那個 到那個什麼 那個他旁邊有個天橋 你站在天橋上面看 你往南邊看 跟往北邊看 你會看到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往南邊看 就是一般台北市高樓大廈 往北邊看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他的樓高不會超過13樓 為什麼 因爲北邊 就是飛航管制線 最嚴格的地方 所以同學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不是所有的土地 蓋越高越好 對不對 他必須要實質上 有可能蓋得出來 OK嗎 實質上要有可能蓋得出來 OK嗎 好不好 那再來呢 再來第二個是什麼 正當合理 什麼叫正當合理 什麼叫正當合理 同學 正當合理 我們等一下會講 他有一個原則 是用來解釋這件事情 首先 各位要知道 最有效使用原則 他其實是跟其他兩個原則 有互相關係的 最有效使用原則 我們怎麼檢驗他是有效使用 我們怎麼檢驗他是有效使用 當然我們看這四項 合法 實質可能 正當合理 才無可行 你在寫計算題 或寫 寫生論題 或寫名詞解釋 或寫選擇題的時候 這四個關鍵字有記 基本上都選得出答案 但是真實世界 我們要怎麼評估 他符合最有效使用原則 首先他有幾個相關的 課本的話 那幾個相關的經濟原則 在後面 第十頁 第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我們接下來就要講的內容在這邊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內容在這邊 那我們從第十一頁 十一頁 這個估價經濟原則 來開始看這個地方 他就告訴你說 我們估價師 在評估這些東西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 比較學理上 符合經濟學的一種說法 告訴你 這個東西會影響不動產的價格 那首先我們都先從 最有效使用原則開始往外延伸 最有效使用原則開始往外延伸 那我們剛才講到有一個正當合理 對不對 正當合理 那實際上 最有效使用原則 有一個 內部 跟 外部 我們都要去檢查 內部叫做什麼 內部叫做均衡原則 內部叫做均衡原則 外部叫做適合原則 外部叫做適合原則 內部均衡 外部適合 我們就叫他 符合最有效使用 好來什麼叫做內部適合 什麼叫外部均衡的 來我們看一下 課本的話在 我來看看 內部適合在第13頁 好第13頁 各位看一下那個定義 那個地方 適合原則 有看到嗎 好第13頁適合原則 定義的部分 指 對不動產進行估價時 應注意不動產 與其什麼 外部 環境 對不對 外部環境 是否達到什麼 均衡狀態 以判定不動產 是否發揮最有效使用 好 所以 外部適合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才就想說 有一個正當合理 有沒有 正當合理 其實我們就是用這個來檢視 你今天 同學 你這個房子 放在這個地方 到底適不適合 到底均不均衡 舉個例子好了 同學 地堡 地堡在哪裡 在那個 博外路嘛 空腫旁邊嘛 對不對 放在那個位置 大安區嘛 我沒記錯 那個區應該是大安區 大安區嘛 對不對 大安區基本上是台灣房地產 數一數二貴的地方 博外路 又是台灣少數 有一個完整林蔭大道的地方 對不對 在這個地方放一個 過去台北市最貴的房子 你覺得它符不符合這裡的環境 感覺蠻符合的 對不對 但是我今天 我把地堡 完全一模一樣的房子 蓋在哪邊 蓋在貧民窟旁邊 我就不講哪裡了 怕說會有歧視的意味 蓋在貧民窟的旁邊 來我問你一件事情 地堡還賣得出去嗎 賣不出去 為什麼 因為同學你要知道一件事 同樣的不動產 相同面積 相同建材標準 丟在不同的環境 會不會有不同的結果 會 所以各位要知道 我們不動產會不會受到 這個不動產 這個不動產本身 坐落的外部環境影響 會不會 會 比如說 同學 這旁邊 像桃園 桃園有一些地方 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習慣以透天錯為主 對不對 台北幾乎沒有了 但是桃園其實還是有一些地方 像高雄 高雄像那個 男子啊 很多地方都還是習慣 就這邊都還是習慣 蓋透天錯 習慣性 好 問題來了 你在一個大家都習慣 住透天錯的地方 蓋一棟 住宅大樓 你覺得你賣的會好嗎 就算你的 那個什麼 什麼建材啦 設備啦 游泳池都給他配上去 你覺得 賣的價格會高嗎 可能就不太適合 為什麼 因為大家在那裡 交易習慣 習慣買什麼 買透天 那你最好的適合的產品 就是蓋什麼 蓋透天 所以同學 今天假設你雇一個住宅區 同學 你雇一個住宅區的土地 他蓋透天 跟蓋住宅大樓 你覺得價格會一樣嗎 不會 一定不會一樣 光成本就差多少 對不對 一定不會一樣 那我問題來了 那你怎麼決定 你蓋的這個住宅 你這個住宅 到底要用住宅大樓去評估 還是透天去評估 我怎麼知道 他是最有效的使用原則 很簡單 你要看他怎麼樣 看他跟他的外部環境 是否達成什麼 均衡狀態 是否達成均衡狀態 所以同學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這裡的適合原則 指的是對什麼 對外部環境 對外部環境 我們會去檢討 這個不動產放在這裡 到底適不適合他 到底適不適合他 好 那接下來 剛才有講到均衡原則 有個內部均衡原則 我看一下課本的話 課本的話在第13頁上面 第7點 各位有看到嗎 內部均衡 外部適合 同學這邊很麻煩 就是什麼 就是你在寫選擇題的時候 他會故意挖洞給你跳 他會問你 內部適合還是內部均衡 外部均衡還是外部適合 聽得懂嗎 就這麼無聊 選擇題就是會出這種 所以這邊考試的部分 記得是外部環境是什麼 是適合原則 內部是什麼 內部是均衡 內部是什麼東西 來看一下 只對不動產估價史 應注意不動產內部構成要素 來同學什麼叫做構成要素 舉個例子 同學今天我要把房子蓋出來 我需要什麼東西 我需要什麼東西 你怎麼樣才能把房子蓋出來 第一個需要什麼 你需要有土地嘛 對啊 你沒有地你蓋哪裡 對吧 所以第一個 土地 第二個 還需要什麼 就是 建材原料嘛 對不對 所以原料 還有嗎 人力 對不對 你沒有工班 你也沒皮條 你東西都堆在那邊 對不對 所以人工 OK 還有嗎 有啊 其實我們一般會說什麼 企業 企業會不會有影響 會啊 潤胎蓋的房子 跟 阿薩布魯蓋的房子 你喜歡哪一種 對啊同學 那個企業有品牌效應 有沒有 會不會影響到你不動產價格 會啊 OK嗎 好不好 所以同學 我們所謂的內部均衡 其實在講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在講這些生產要素 這個東西有一點像 經濟學裡面的概念 但是我盡量不要用那些比較 呃 那個比較專業術語 我只是告訴大家說 你要想 我蓋房子 會需要花到哪些東西 比如說 你看剛才同學講資金 野心 好我們講資金 很多 蓋起來房子 不是說那麼簡單 說我有土地就能蓋 你有很多東西都要花入同本 對不對 好 那假設 假設啦 好 整個 蓋出來 需要花一百塊 OK嗎 整個蓋出來 需要花一百塊 好 那這一百塊的成本 你可以在這裡面分配 OK嗎 你可以在這裡面分配 來 假設啦 假設 土地占30 原料占30 人工占30 資金的利息 占10% 假設這樣子 好不好 這樣子 可以蓋出一棟房子 我們假設市場上 大家都是這樣做 OK嗎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不是常常在說 現在什麼東西很貴 人工跟原物料很貴 好那假設 假設的話 假設現在 原物料變成40 人工也變成40 好 那這種情況下 會發生什麼況 就會產生排擠 沒有 我們先不考慮 你上限是100 OK嗎 假設在相同的成本底下 兩個變貴 另外的就要怎麼樣 就要變便宜嘛 對不對 OK嗎 好 那這種情況下 來 土地 土地怎麼樣可以變便宜 就買爛一點的地方 對不對 你就只能往越來 越來越往越往 越來越 對不對 找那種新的重畫區啊 沒有人 還沒有發展的重畫區去買啊 不然那邊土地便宜啊 沒有咧 對不對 啊另外一種是什麼 資金利息嘛 資金利息我可以想辦法下降一點 比如說什麼 我自備款多一點啊 對不對 我自備款多一點啊 自備的力 自備自己的現金流多準備一點啊 對不對 不要跟銀行借貸啊 OK嗎 好不好 所以同學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裡在講什麼叫均衡原則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不動產內部構成要素 是否達到均衡原則 來我舉個例子 同學 市場上 大家都是30 30 30 大家都是這樣 你這個建設公司 給人家 20 40 40 0 同學 你覺得你蓋出來的房子 會好嗎 你覺得會嗎 光地斷你就輸爆了 對不對 所以同學 這句話要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知道 這個不動產用最有效的使用 首先 我們要去檢查什麼 它內部 各個 要素之間的比例跟比重 有沒有完整 有沒有一致嘛 對不對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像我們前一陣子 有時候遇到一些建案 遇到一些建案 像那個 這樣講應該不會被告吧 欸 寶咖咖 寶咖咖知道是哪一家嗎 反正自己上網搜尋 寶咖咖集團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我們的那個 常常會漏水的那一家 這樣講好像不太好 欸 欸 呃 反正就是 某個集團 好啊 那個集團呢 就是寶系列的 好 寶系列的這個特色就是 他們的地點 土地的地段都不錯 土地的地段都不錯 好啊 只是說什麼 只是說 只是那個房子的品質 可能不是那麼好 OK嗎 好我講這樣應該算夠委婉了嘛 好上網應該查得到 我在講誰啦 來同學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來很簡單嘛 一樣嘛 我一樣花100元嘛 可是我剛才說 他地點都不錯對不對 那地點都不錯 那表示我土地要多花啊 對不對 人家只花30 我花多少 假設我花50好了 那問題就來啦 你剩下原料 人力 利息 你只能花多少 你只能花50 那那那所以就只能怎麼辦 他講的喔 他講的不是我講的 所以只能 節儉一點嘛 就可能料不要用那麼好的嘛 懂嗎 料不要那麼好 同學房子一分錢一分貨 講實在話是這樣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種房子就沒有辦法 創造最高的利潤價值 就是這個原因 懂我意思嗎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內部均衡 就我們看他內部的一些 資本投入的狀況 各位要知道 不是 雜越多錢 效果越好 這些東西都要有一定的比例關係 才會得到最好的結果 才會得到最好的結果 OK嗎 這叫做內部均衡 內部均衡 那我們一般 內部均衡跟外部適合 兩個都達成的話 我們叫做它符合最有效使用 我們實務上檢視是這樣檢視 好不然 你說老師 剛才講最有效使用原則 講那個正當合理 那你在下面個正當合理 很簡單 我們檢視的方式就是什麼 就是內部要均衡 外部要適合 OK嗎 好不好 好 再來 再來最後一個 各位可以往前看一下 就是那個 最有效使用原則的最後一項 剛才還沒講到 翻回去一下 叫做財務可行 有看到嗎 第八頁中間 那個我剛才講 最後一個還沒講到 財務要可行 什麼叫做財務要可行 這個東西 其實跟什麼原則有關 跟後面會講到 預測原則有關 同學你要知道 不動產投入開發 通常都是一個長期的 以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 從投入到開發完成 以土地開發的年期 可能都至少三年到五年之間 同學 五年後會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 聽得懂嗎 五年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人知道 對不對 像各位如果有印象 以前台北車站這附近 很多什麼 很多飯店 幹嘛 主打做什麼 做入客 跟有沒有印象 這附近超級多 都主打做入客 好啦 來疫情完了 來做飯店的怎麼辦 安心上路 OK嗎 所以同學 問題是 誰想得到疫情會發生 沒人想得到 聽得懂嗎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財務可行 我們其實要評估的是什麼 風險 各位要知道 風險越高 你期待的利潤就要越 越高 對不對 不然我幹嘛承擔風險 同學 人 人喜歡承擔風險嗎 不喜歡 任常人都是選 是風險區壁 風險區壁 就是說 我們盡可能挑風險低的 盡可能會挑風險低的 OK嗎 有人挑風險高的 你就要 獲利要越高啊 不然呢 我幹嘛要承擔風險 懂嗎 所以其實 不動產的 很多的因素 原子 原因 原則 其實都來自於這些風險的評估 來自於這些風險的評估 那財務可行 其實就是其中一個 其實就是其中一個 好 那 接下來我們就翻回 11頁 好我們就 照順序好不好 我們就照順序講 我們就不跳了 好不好 我們就一個一個解給你聽 這些預測原則啊 這些東西到底在幹嘛 啊我先講 深論題考試他就會問你 請問何謂不動產預測原則 寫這樣 OK嗎 好選擇題也會問你 請問 那個 內部生產要素 是否平衡 請問是均衡原則還是適合原則 選 均衡原則 就這樣子 OK嗎 所以我會帶你把什麼 把考試深論題 或者是說我們選擇題裡面的 專件字畫起來 OK嗎 看到這些關鍵字就選它 OK 好 我們以準備考試的方式為準 啊你說老師 這東西真的在估價的時候有用嗎 有沒有 不是 這不是小姐說沒有 你也太瞧不起人了 不是 有啦 其實還是有 因為你要知道為什麼 同學 你說 尤其是這個啦 最有效使用這件事情 我講句實在話 這是個大災問 同學我問你 我剛才不是舉例說 這邊都透天錯 那你該住宅大樓 是最有效使用 還是不是 其實你往 往好處想 你往我們學禮上面想 會覺得說沒有啊 大家都透天 那你就應該蓋什麼 蓋透天 可是問題來了 搞不好現在 買房主力 已經不喜歡透天了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你反而蓋大樓才是什麼 才是最有效使用原則 那你說 估價是怎麼換斷的 這就是專業 聽得懂嗎 講出這種話 就是說 這就是專業的意思 就是什麼 意思就是你賣門啊 聽得懂嗎 很多估價師 基本上是解不出來的 很多時候是業主跟你說 我這裡就要蓋投資 同學 你去想一個問題 建設公司 會拿自己資金開玩笑 不會嘛 所以他一定評估過啊 聽得懂嗎 當然話是這樣講 實際上 建設公司評估有沒有出錯的 有啊 那個淡水不是有八卦山 知道嗎 小坪林啊 上面十幾家建商的 自己去查一下 到現在還有一大堆 還有一些浪尾樓在那邊 對不對 那個就是評估失敗啊 懂嗎 所以同學 我先講清楚 估價 同學 你們學到現在 你們覺得估價是一門數學嗎 是一門科學嗎 各位覺得 你們覺得估價是一門科學 我覺得估價是一門藝術 真的 這是我們估價界的 泰斗等級的補習班老師寫的 各位知道有一個老師 補習班老師啊 叫許文昌 各位聽過嗎 基本上你在台灣只要學不動產的 學土地法的 都會聽過這個老師的名字 許文昌他自己在他的估價的書裡面 序論裡面 第一句話就寫 估價不是一門科學 是一門藝術 OK嗎 估價是一門藝術 所以我雖然說 講得頭頭是道 跟你說啊 這些原則我們都會考慮 真實世界勒 就只能這樣講 OK嗎 好不好 所以同學 來我們一個一個看 來預測原則 來預測原則 預測就是預測什麼 預測未來啊 不然 來你看喔 不動產估價 因著遠於未來景氣變化 未來景氣變化 所以像我們剛才講的 那個最高最有效使用原則裡面 我們不是說他要財務可行 財務可行其實就是看未來 不是嗎 看那個風險性 那同學 所以你告訴我 預測原則 我們要去評估未來景氣的變化 以及各該不動產 未來發展的潛力 來預測他的走勢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 我估價是在做神在做的事情 我怎麼知道 未來會長什麼樣子啊 對不對 沒有人知道啊 所以同學 這個東西 我講真的 他只有考試有用 這個真的只有考試有用 你說預測這種事情 沒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但是考試來看 基本上你看到預測 預測就是預測什麼 預測未來 OK嗎 關鍵字就看到未來 就知道了 好 再來 變動原則 來同學 變動原則跟預測原則 這兩個是一起的 預測原則是預測未來 變動原則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個是一起的 這兩個會互相影響 來 變動原則 來看一下 影響不動產 價格因素非常多 而且各因素之間 經常變動 因此不動產的價格 亦會不動 不斷的變動 估價時需掌握 不動產的什麼 價格日期之估價 來幫我把價格日期畫起來 各位還記得什麼叫價格日期嗎 我還記得什麼叫價格日期嗎 價格日期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要估的那一天 聽得懂嗎 你的價格要以那一天為基準 還記得嗎 基準日期 叫做價格日期 還記得嗎 昨天上課的時候有講到 好 那變動原則 最大的特色就是 同學 我要估的 是五年前的房價 五年後的房價